我們普遍來說,香港的面積 一個兩房大約是300多尺至400多尺之間 其實澳洲一個一房大約是500多尺的實用面積 所以空間比香港舒適很多 這間公司這麼喜歡給錦囊人 到底我這次又要找誰 Steven? 你不是笑編啊,Wing? 聽說你對澳洲有很多疑問 有甚麼幫到你? 對,我真的有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是我想知道 如果香港人去澳洲自業 其實最熱門選擇的城市是哪些人? 最熱門會有三個大城市 Sydney, Melbourne和 Brisbane 為甚麼這些城市會有這麼多人選擇? 第一大城市Sydney 其實人口大約530多萬 大學數目有五間 Melvin第二大城市也有510多萬人口 而他的大學數目有七間 因為澳洲也是一個熱門的留學國家 很多留學生在那邊讀大學 不完業之後也希望在那邊找工作 最近這兩年澳洲也多了一些Visa 令大學生更容易留在澳洲找工作 在那邊做事自然有一個住屋的需求 令樓市更穩定地向上 所以我們香港很多客戶都選這兩個大城市入手 我很想知道這些城市的樓市和香港比較有甚麼不同 大分別 例如我們香港其實是地小人多 樓價都是差不多全世界最貴 我們普遍來說香港的面積 一個兩房大約是300多尺至400多尺之間 其實澳洲一個一房大約是500多尺的實用面積 所以那個空間比香港舒適很多 聽來真的好像住得舒服很多 但是譬如說在這些城市那裏置業 會不會預算又可能貴一些 其實有貴有便宜 譬如在市中心 如果在Sydney的市中心 你要看到海景雪梨大橋 這些價錢當然高 但是其實有很多地區 例如一些校網的區 例如平均地大約港幣270萬280萬 你都可以在Melbourne的市中心 買到一個一房單位 甚至乎一些新的開發區 你也可以買一些地皮 連同一間獨立屋 1200尺三房 大約280萬都可以入場 聽到好像都算是在大城市 都有很多選擇 多的 不一定只是單一一個地段 280萬其實都有很多選擇 我自己沒有說對一些大城市 很有情意結 那會不會有其他城市可以推薦 當然有 譬如澳洲我們有其他大城市 例如西邊有Perth 我們的首都有Canberra 南部也有一個城市Aderley Aderley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那邊的樓價現在都屬於一個低稅 譬如一個一房市中心入場價 大約是38萬澳幣已經有 現在的匯率也是很低的 大約是210萬左右已經可以入場 二百萬頭而已 那已經可以上車了 沒錯 我自己就不會過去住住 應該也是會放租 其實有沒有說在哪些區域買樓 那放租容易一點 租金又叫做好一點呢 如果你想租金回報高一點 我建議你可以選擇Melbourne 因為Melbourne始終的樓價比西邊便宜一點 我也不建議你選擇市中心 因為市中心多數樓價會高一點 你可以選擇一些大學區 大學區普遍來說 市中心樓價會便宜一點 還有租金回報大約有5% 都不錯 5% 其實是不是都高於香港 當然高於香港 如果香港你現在買一層樓收租 租金回報大約是2.2%左右 我想知道你過往的客戶 其實選擇的區域或城市 有沒有什麼因素 近這兩三年 我遇到很多客戶 是他們90年代的時候 在澳洲讀書 可能回到香港二十多年 現在就是有下一代的小朋友 他們為了他們的小朋友 來過去澳洲升學 普遍來說他們都會選擇一些 比較好的校目區 例如Sidney的北岸 Melbourne的東區 都是他們的首選 聽你講 無論是安排小朋友升學 或是放租 可能選擇校網區也有個不錯 沒錯 我私心想問 如果你自己去澳洲事業 你會選哪裏 我以前都在澳洲讀書 在Sidney 可能有些情意結 我始終都是喜歡Sidney 我都會選Sidney的北岸 例如在Kilara附近 這些都是我喜歡的地方 聽完你這樣說 我想立即買澳洲樓 是否給你錢就可以買到 等等 那又不用太心急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買佬的流程 和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你去找這個人吧 你也有這樣啊